- 大家好,我是永華 隨著上次我分享了那個 層次內客也的那個專屬UR卡牌過後 現在我們又要來分享喔 就是那個,咦它是什麼名字啊? 因為它是珍奇什麼? 珍奇什麼紙啊? 我都把它分開來念了,我叫它珍奇木口紙喔 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來看一下它的專屬UR卡牌的video 當然啦,它的等級蠻低的咧 我是有調整了一下它的卡組吧 我不知道容不容易打咧 因為...什麼說啊? 呃...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它的卡牌咯 等一下咯,各位稍等一下咯 它卡組的話我已經做了一個 不錯啦,有一個R4星咯 我都有把它放進去咯 所以這個是我為它設的卡組 哦,它只帶20張咧 它沒關係啦 綽綽有餘咯 已經很夠用咯 所以現在我們話不多說 找一個... 就隨便找一個NPC來打吧 就是它的咯 它叫什麼名字啊? 克莉...克莉斯丁... OK好 哇,10級咧,你看 我還沒打我就覺得壓力咧 這怎麼說嘛 因為...我才1級咯 這個我都還沒有去...怎麼說 真正試試的用它咧 所以這裡的話,等它roading完了的時候 roading完過後啦 我們就可以來看戲咯 1級咯,如果我的卡牌真的沒有調整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不用來了咧 因為怎麼說人家都10級咧 10級的卡牌... 插不上來去咧 來,我們看一下咯 哎呀,沒有咧 沒有它專屬的那個牌出來先咯 但也沒關係咯 我們就拉拉一下時間 我只要前面能吃...吃著它咯 就說能壓著它的話,我根本不擔心咯 來 這張卡出去吧 我前五位咧 是會擔心吧 因為我怕它等一下有前六以上的那個卡牌 我就危險咯 所以這輪看一下咯 看一下它卡牌 能到哪裡咯 其實電腦 它...因為這是NPC吧 電腦吧 它是屬於比較笨一點咯 它沒有什麼戰... 看到這樣我大概知道它做摩 它等一下會召喚一個魔法卡咯 咦,沒有咯 果然咯,電腦還是屬於真的是笨笨的咧 千一咯 如果你真的不召喚的話就到我咯 因為通常我遇到NPC都是這樣咯 它放一張千一的卡咯 就是這樣的戰力咯 它後來就夾一張 提升它的攻擊力 然後就來給你一個攻擊 但是這輪沒有咯 是開心的 因為它沒有的話 就是我打它咯 它不打我就是我打它咯 先給它一個600傷害 因為千七減千一是600吧 然後再給它一個... 哎呀... 嚴肅魔導 沒有用咯 因為我沒有放指定的東西咯 給它一個直接攻擊吧 這個千八的話 真是有夠你痛咯 剩千六而已咯 所以這裡的話我就把回合交給你 所以我看它還能變什麼花樣出來咯 先生把給我支援咯 所以我... 哇它真的好大膽咯 它...它一次用這樣子的方式來... 哇... 我都怕我召喚不到我的那個... 因為我那最主要的UR卡的話 一定要召喚它出... 一定要... 怎樣說... 召喚它出來我才可以看得到影片咯 所以這裡的話... 它應該放防守咯 它這樣子的話 我容易把它打死咯 你看... 來... 我就... 回合結束咯 讓它... 因為我不能再對它發動任何攻擊咯 不然它直接就刮掉咯 讓它慢慢抽卡吧 欸... 這個... 這個遊戲我玩到... 我玩到最開心的境界就是... 我... 我直接... 玩到對手沒有拍咯 等一下... 還有嗎?出來了嗎?你的UR卡 哇...你的UR卡怎麼還沒有出來啊? 但沒有關係吧 我就把這些招出來 把這些招出來 把這些招出來 我把這些招出來咯 就等於是壓著它咯 因為我怕它突然間也來招一個五星怪咯 我這個六星 你看我招一個六星咯 然後我回合結束 不打咯 再打下去的話它就沒命咯 所以不打了不打了 到你要快點抽牌咯 嗯... 你看這樣子的話 它應該就是... 沒有什麼 你看一樣咯 沒有什麼東西咯 而且它還選擇要這樣放咯 我覺得... 我不知道該說它怎麼好咯 它真的是瞧不起我嗎? 真的咯 我現在只要隨便一張卡牌咯 發動攻擊的話 對它來講 它絕對絕對絕對會給我幹掉咯 所以這個我就... 就破壞掉這張卡 把我的這個五星招出來 是五星嗎?對嗎? 哦!六星咯 好 我現在場上咯 已經有兩張六星卡咯 所以對它來講的話 絕對是可以壓得住它吧 來 單下擔心它突然間召喚咯 看它有沒有召喚到六星以上的卡 嗯...好像是沒有咯 因為你看它這樣子咯 再轉... 咦上吧!有哦!有卡咯 然後召喚什麼卡? 哦!又是一個千尼的回合結束 好! 這樣子的話 我就慢慢陪你玩咯 因為我必須要把我... 把我要的那張卡給... 給抽到先咯 抽到了過我才能陪你玩 OK... 它也剩不多卡咯 它剩十張咯咯 如果給我再這樣玩下去的話 我覺得...它好快咯 它好快會沒卡咯 這個也是沒有用的 來 我就是不打你 因為我要看影片啊 所以我不打你咯 其實它卡組還蠻差的咯 你看 它召喚了這三張出來 它根本沒有其他五星卡六星卡吧 因為有的話 有的話你只要隨便犧牲一張的話 你就能把它召出來 但它都沒有咯 所以我覺得這個NPC雖然是10級 但它也是好菜咯 來 抽牌 看你抽到什麼 有嗎 有的召喚出來嗎 回合結束哦 它這樣子說的話就是沒有咯 來 我們繼續召喚 我也剩不多卡咯 哎呦 怎麼那麼難抽啊 我那張 我剩八張卡咯 所以我讓它 讓它繼續繼續 我們繼續再過 現在我們在鬥的 就是11的卡 11的卡還有剩 當然不是啦 那個是我說的 因為我我只是要 他怎麼說這句話 當然不是啊 我只是要看它 最主要是要看它的影片 就是看它的那個 它的本身 UR卡 UR卡的那個 開始 開始要放棄 要捨棄牌咯 但沒有關係吧 我牌就是多啊 怎麼樣 它的回合咯 它真的沒有嗎 真的找不到什麼特別的 特別的那個 也沒有耶 你看真的 它真的沒有耶 它好可憐耶 等一下我看一下它的牌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找到了嗎 我還沒有耶 真的 啊 好氣耶 但沒關係吧 我們繼續 還有一招犧牌喔 不要你犧牲掉它 魔法 魔法牌的話 是絕對不要犧牲掉喔 因為魔法牌的話 是你緊急 緊急死的救命耶 所以你要的話 你只是犧牲掉 怪獸卡就好了 怎麼說 因為畢竟怪獸卡的話 你都可以怎麼 呃 比較多 比較多吧 魔法卡的話 你擁有的也不多 應該說我們帶的都不多吧 帶出去戰鬥的話 帶不多 來 這個也給它犧牲掉 所以我們一人都只剩下五張卡了喔 所以這五張卡裡面 其中一張是我要的喔 就是 這個 我的這個 三騎喔 三騎 呃 那什麼什麼什麼 那個字我不會讀耶 我叫他木口子好了啦 木口子的主要卡 哎呀 還是沒有抽到啊 好氣耶 四張了喔 來繼續 犧牲你吧 他一到老婆 都知道是20還是19回過後啊 你每一輪喔 你必須要犧牲掉一張卡 一定要犧牲掉一張卡 你才能 就是 持續下一個回合喔 你看我的回合喔 你看 他一定要叫我犧牲掉一張卡 先喔 等一下 來 我看到他叫我犧牲哪一張 欸沒有喔 這輪沒有嗎 哦 有啊 都有的啊 一定有啊 怎麼可能會沒有對我那麼好呢 因為假如你過了20回合過後 你再不 再不給你犧牲一張卡 過一輪的話 你的卡後尾啦 要有多少張喔 是不是這樣說 回合結束喔 哇 剩兩張卡了耶 來 我看一下我抽到了嗎 我的 yes 抽到了喔 就是他 黑魔導女孩喔 來 來 話不多說喔 我把它召喚出來喔 黑魔導女孩 他只要一張耶 這還蠻 這還蠻好 蠻好用的耶 蠻好賺一下喔 一張而已喔 簡單 加入我 黑魔導女孩 來看他的影片 好漂亮喔 來 這裡的話 就是我們大開殺戒的時候 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做什麼 來 就是這樣 一擊給他 搞定 2200耶 你看我戰力還在加當中耶 所以 真的是你完蛋了喔 你完蛋了 你完蛋了 還倒扣300耶 結結囉 贏了 所以應該可以升 一到兩個等級吧 因為通常 剛開始的話 誒 是嗎 我都忘記了 應該是一個等級還是兩個等級吧 誒 一擊也有 沒有了嗎 哦沒有了耶 啊 這樣也就算了吧 畢竟我只是要分享那個 他的那個影片喔 分享那個影片給大家看 當然當然 等一下我再給大家看一張東西喔 大概的話應該 哇你看 超多東西耶 新的卡 什麼卡呢 魔法卡 OK好 這個就不理他先 有空我再自己去研究了 然後再分享給大家 當然啊 我就說的 我要說的這個才是重點喔 就是 接下來的話我還有一個角色耶 這個角色的話 我現在在準備等他解鎖 他還不知道什麼任務耶 才能把他解鎖出來喔 你看就是後尾 你看到嗎 這個角色 最後的那個角色喔 就是他喔 你看 1234 他是什麼名字我忘記了耶 可是 我先看一下我的任務喔 怎麼可以把他解鎖出來喔 因為 一旦把他解鎖出來過後了的話 我就能使用他囉 所以這裡的話 我看一下任務的話 怎麼可以解鎖它 這個 可以喔 我有了喔 我已經 我已經打完了 咦 我這樣子的話我能直接 我能直接通關了耶 我能直接通關了喔 OK 開心喔 我又任務12了耶 就是12關卡了喔 是嗎 是這樣子嗎 Yahoo 真的喔 12關卡了喔 OK 到達12關卡了喔 這個不用緊先喔 這個不理他先喔 我這個啊 這個我都已經更換啦 他現在才告訴我會不會太遲了一點喔 特殊的話就 100張魔法卡 那絕對有的吧 太簡單了喔 100張魔法卡 OK搞定 這裡的話 還不知道要解鎖了嗎 我看一下 還沒耶 還沒解鎖耶 但沒關係給我一點時間喔 我解鎖掉了過後 我再向大家分享 分享他的專屬UR卡的video 所以這裡的話 謝謝你們的收看 大家 拜拜 拜拜